小生豆腐也甜蜜 讓那寂寞在我心裡擴大了面積 別擁抱你我的嚴肅的距離 所以我好願意 我變成什麼你 變成那圈圈愛你 拔在我心底 小生豆腐也甜蜜 想死好兵小螞蟻 拔牙膀在我心底 擺柔起在那寂寞的寂寞夜裡 它就在我心裡 叫我好想你 想要相思 說是痛苦也甜蜜 讓那寂寞在我心裡擴大了面積 別擁抱你我的嚴肅很距離 所以我好願意 讓那寂寞在我心裡 變成那圈圈愛你 趴在我心裡 想要相思 說是痛苦也甜蜜 讓那寂寞在我心裡擴大了面積 別擁抱你我的嚴肅的距離 所以我好願意 所以我好願意 讓那寂寞在我心裡 變成那圈圈愛你 尊敬的推友們大家好 這是6月3號 文貴向大家報平安的直播視頻 幾天來由於這個在準備全球新聞發布會 然後呢 這個還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所以說沒有向大家報平安直播視頻 也讓大家休息調整一下 這個由於6月1號的報平安直播視頻呢 呃 大家確實是 我看到這個 咱們推友們有很多的這個反響 有這樣那樣的意見 我收到了 你把門關上好嗎 所以呢 這個今天的文貴還是這個 這個本來是說要報五分鐘 這個五分鐘平安視頻 結果呢 很多推友呢 就說 這定了十一點 後來北京的朋友呢 就說這個能不能早一點 因為大家想早休息 這個本來我準備的是五分鐘 大家說時間能不能稍微多一點 這個我這樣盡量啊 因為 也有推友要求是一分鐘的 說每次只報一分鐘就夠了 因為 微信上好傳播 所以說呢 這個 我盡量今天這個三十分鐘吧 好吧 那麼首先我今天我想給大家要談一下 我看的這個這個 我想給大家今天呢 這個 先說一下關於明天的日子 六四 大家聽到這個剛才音樂了 我不敢再體驗一下 再體驗一下 又受不了了 我這個人多愁善感 這是天真多愁善感 是我最大的弱點吧 這個 這個相思小螞蟻 當時是當年我八弟 和我妻子 我最愛最愛聽的音樂 這個 我八弟的在八九六四的這個 被警察打死啊 雖然不是為六四死 但是呢 他改變了我的命運 在六四的頭一天 我坐在這裡和大家推友們來這個 分享當時這個音樂的時候 這個感慨完全 這個相思小螞蟻呢 本來可以 跟我的弟弟和我和我的妻子 這個一直延續到我們的 伴隨著我們的生命 我的弟弟也應該有他的家庭 也應該有他的孩子 但是就在他差還有這個幾個月 滿十八歲的時候 就被這種非法的黑警察給打死了 不但打死了 到院裡還不讓他 給他治療 這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 什麼樣的社會和體制 能讓警察 這麼多年來 到今天還是這麼的囂張 這個我用鮮血啊 這個 記住了六四的這個日子 我用我的這個二十二個月的 失去的自由 啊 記住了這個日子 這個當年 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份 我從北京到黑龍江 從黑龍江開著車 這個沿路遼寧啊 瀋陽又回到北京 從北京跨河北回到河南 沿路之上那個那個記憶 那簡直是 我認為最浪漫的一次這個開車的旅行 而且在我的車上 有當時文化大革命的 哈爾濱的造反派的這個這個頭 文革主任 還有當年這個哈爾濱很有名的幾個老同志啊 老領導 也後來到了沈陽也見了幾個軍隊的同志 到後來到了北京 洪七春啊 炮兵部的大院啊 跟很多軍隊領導在一起 提前聽到了這些老革命 對這個事情的判斷 今天回憶這些事情的時候 這個歷歷在目啊 感慨萬千 感慨萬千 這個我就不想多說了 因為最近幾天呢 得到了老領導 多個老領導的這個勸告啊 沒有警告人家都是也很客氣 但是呢 很堅定的說希望文貴這個時候 這個不要在六四這個日子呢 說太多的關於六四的事情 同時呢 要以這個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 不要說太多啊 但是我還是我覺得 我本來我想說的 但是考慮到各方面吧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說的多了 這個我郭文貴啊不能撒謊 我這個一撒謊自己就笑了 因為我每天跟這個謊言家們在一起 這個有時候想嘗試撒謊的時候 說說自己都笑了 說我也撒不了 那我說真話呢 那會給我帶來很大的麻煩 也會很多人不高興 可能是很多推友們 也會表示不高興 從1989的4月到1989的6月4號 然後到今天28年過去了 這個我真的我發自內心的 我跟很多朋友聊起六四的時候 我都去問他們 我說八九六四的時候你做了什麼 包括當時這個因為六四跑出來的很多這個民運的領袖 我說你做過什麼 他們講述 我說那從那一天到現在你又做了什麼 那麼所有的人跟我講六四的時候 我說你講完了 那是一個歷史 你告訴我你現在能為他們做什麼 而且我跟很多朋友說 任何一個有良知的 任何一個有良心的 一個中華兒女 你都不應該忘記 但更重要的事情 你不應該用這些英雄的鮮血 來鑄就你的名聲 躺在這些英雄的屍體上 和鮮血上 讓你今天變得有名 也就是所謂的紀念 我相信那些英雄 什麼樣的回顧歷史 都是對這些英雄們的不尊重 也會讓他們失望 甚至有些人在評價六四 評價六四本身就對六四是個侮辱 六四不需要評價 六四沒有任何人可以評價 包括我們的政府官員 這就是我對六四的意見 如果任何一個良知的人 應該說你能為他做什麼 你就為他做了什麼 這些英雄們和六四 和這個國家為此付出代價的一切 需要的是行動 需要的是傳承 這就是文貴對六四所有的感想 那麼接下來我想說一下 就是六月一號 六月一號 這個我做了直播視頻以後 有一些推友 有一些推友 這個還是極少部分推友 這個說我被招安了 可能被招安了 說這個話的一定不是推友 因為絕大多數是五毛 在六四前夕和最近的兩周 我一再說過 現在五毛和七毛 在毛省幾個點上 專門的接受了專業的培訓 就是對付郭文貴的 全國的網警第一個屏蔽的現在就是郭文貴 和有關的字 有關的信息 五毛已經轉換了戰略 從過去的直接罵和侮辱 已經變成了和我相像而行 先讚美然後再懷疑然後再打擊 包括穿上馬甲先誇獎一番 然後舉出似是而非的證據 來繳獲我們這些善良和真誠的推友們 包括打著這個幫助和讚美的名義 然後呢這個進行了這個另樣的攻擊 所謂的招安這個詞就是五毛出來的 我們這個推友當中有太多太多的精英和天才了 由於大家的善良 就被這些五毛和七毛們給利用了 包括我們現在那個穿著馬甲的那些大師們大威們 就像這個最近這個一兩個月來 這個李衛東李衛東啊還有叫大白熊 這個最近啊這個說服張立凡先生 這個說服各個人包括胡舒立 當然是他的合夥人老闆了胡舒立女士 包括其他的大威到處遊說 就是推動五毛的這個戰略 然後煽動一切大威來挑削文貴 這個包括了這些盜國賊們 大家看到了我們的處女潘潘石屹先生 還有我們的這個胡舒立女士都到美國來起訴了 這在一個月以前我就說過了 他們的戰略就是給郭文貴在美國和海外製造一系列的法律麻煩 然後呢這個想盡一切辦法 在國外媒體上這個執行他們當初的戰略 造謠 污衊 毀掉名聲 毀掉這個文貴的資金鏈 朋友圈 第二 那麼我們的推友的這些意見呢 不管是五毛還是推友呢 我想簡單的回覆 那就是文貴從上推的世界那天起 我沒有任何要求推友為我做什麼 我永遠也沒資格要求 我也不要求 很多人說文貴應該要求推友做這個做那個 我不希望推友們要求我做太多我做不了的事兒 當然我也沒有資格去要求推友為我做什麼事情 我永遠不會要求推友為我郭文貴做什麼事情 另外關於被招安 這個詞太不適合文貴了 昨天晚上我和幾個我非常非常非常尊敬的幾個朋友 我們吃了七八個小時的飯喝酒 到最後時的我問他 我說你們給我評價評價文貴的結果和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每個人都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當然了都有自己的意見 基本上跟我的想法都是不對的 文貴的結果非常清楚 第一被殺被暗殺或被冥殺就是被殺 第二個結果就是被抓 被誰抓不知道被抓 第三個結果郭文貴僥幸消失匿跡 第四個結果就是郭文貴一直堅持著郭七條走下去 直到有了一定的效果全部達到不可能 那麼在這四條之前這個保命保錢報仇 保命我剛才已經說了 保錢任何情況下他們把我的錢給全拿走不可能 只是拿走多少只是時間問題 而誰也拿不走甭說是共產黨執掌天下 明天愛孩子到中國執政你他也不能全拿走 報仇那是永遠不可能放棄的 保命我永遠只要我相信這些盜國賊們有機會 任何條件下一定要把郭文貴給殺掉滅掉 這是永遠的威脅 它不可能有結果 接著就是郭七條 我反對以貪反彈 我相信以習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 一定會聽進去 我相信會有改變 這是符合全黨全國的利益 我反對的是以警反彈 我相信現在已經有了調整 我反對以黑反彈 我相信十九大如果順利召開 如果順利召開 如果不被盜國賊綁架 盜國賊不繼續在常委裡邊的話 一定會得到解決 以黑反彈 以警反彈 以貪反彈 這些事情一定會得到大的改變 那麼前提是 我不反習主席 不反國家 不反民族 我從第一天上明鏡的第一期節目 陳小平先生 我就說過 我反那幾個人 我反的誰 文貴不是一股腦子 腦子一熱就出來的 我也不是隨著什麼實際的條件 也沒那麼高的智慧 也沒那麼高的智慧 這一切在我計劃之中 三年的爆料不會少一天 但是我需要推友們和我一起 來見證這個歷史 文貴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 我也不寄希望任何人的幫助 我也從來不奢求任何人的幫助 我也從來不奢求任何人的幫助 是分不及的 也是被打鐵還需自身的其中一個領導的孩子 找到了我 又有聲音問題了 找到了我 這個說叔叔 我看到您的爆料 我現在在某國 我手裡有現在常委的誰誰誰 政治局委員誰誰誰誰 他的海外賬號 私生子 特别在洛杉矶的几个 这个人工兽精啊 这叫什么 试管婴儿的这个资料 还有一些视频资料要给我 那我问这个孩子 你爸爸既然是 你也承认有腐败 但有些是冤枉的 有些是被政治打击的 为什么这几年你不出生呢 他给我讲了很多理由 我可以理解 我说你给我这个资料 为什么你就不能去公布呢 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 你也可以给很多其他媒体 他说他害怕 我说你是想救你爸呢 你还是想让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呢 反对以贪反贪呢 你郭叔叔的郭七条呢 他说他就想替他爸报仇 我说很抱歉 孩子你这个资料 你郭叔叔不能要 我也不想用 我不会成为任何政治斗争者的工具 你爸爸贪腐是真的 我相信查实的 要比报出来的多得多 我跟你爸生了那么多年了 但是你这样的孩子 你要明白 你爸爸就是因为你 才做了很多违纪和违法犯罪的事情 而你几年来不为你父亲去争取 你这时候还是以一己之私 还是仅仅是所谓的报仇 郭叔叔不能成为你的工具 我也不要你这个资料 这就是文贵 我做事情的原则和道德 大家可能很清楚 最近我这里几乎成了 举报中心 什么事情都有 找我的什么事都有 那就我没办法处得清了 我最近看这个Signal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是看这个一开始文字的题目 只要是有爆料有关的 信息重要的我就点击 如果是问候的 或者是没用的 或者一些无聊的 我就直接就不打开了 我希望推友们能理解 我真没那么多时间 我的眼睛真的是看了 现在已经是白内障 青光眼都有可能了 反正模模糊糊 那么这个孩子的事情 就告诉我们 任何事情 不能依靠别人 主要靠自己 如果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都寄希望别人 为自己做事情 这比所谓盗国贼腐败还可怕 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有赵高李斯 有金上公子兰 有郑秀这人物的成熟不穷的言语 因为我们自私 因为我们懦弱 因为我们最爱讲 我们是精神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侏儒 就像很多国外的朋友在问我 为什么你们那么多人 对六四这么多纪念活动 这么多年他们做了什么 我说这是我一直以来问的问题 我们用纪念 就能让英雄复活吗 我们用纪念 我们用在这块寒气嗓子 拉几条红服 点点珠光 我们就成了真正他们的传承者吗 这位孩子对待自己的父亲 都如此的自私 他还能对别人吗 文贵今天坐在这里 我是拿着我全家人的生命和自由 我全部员工的未来和自由 我年迈的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生死 和文贵的千亿的财富 和随时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任何有良知的人 在怀疑文贵追求郭七条的这种决心和勇气 当然是别有用心 要闷心自问 你自己做了什么 任何时候评价别人的时候 或者批评别人的时候 先问问自己 自己做了什么 自己能做什么 那么关一被招安 我先搞清楚 今天主题就是盗国贼与国家的关系 我不是梁山博上的宋江 我也不是梁山博任何人物 我没有与这个国家为敌 我没有与国家为敌 我也不会与国家为敌 我也没有必要与国家为敌 我也不与习主席为敌 我也不与这个民族为敌 何来扫安呢 扫安这个词用在郭文贵身上 是多么的别有用心 险恶用心呢 多少人不希望我和北京好 善良的任何有正义的推友们 我的就我的员工难道不对吗 我的家人先支撑我一个亲侄女 现在在里面关着 剩下的15个人都是我的员工高管 中国这些年已经900多万人 牵扯到各种所谓反腐的案件当中 有多少个老板继续给员工发工资 负责家庭生活一切费用 每家给派专车 请最好的律师 还有不惜一切代价的 要把我的员工救出来 中国有本事的老板举举手 看谁做到了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有事实 大家可以去验证 我救我的员工难道不对吗 我为了救我的员工 我为他们跪下 我为他们给偷打 甚至实际自由我都值得 我连我的员工都不要了 连我的侄女都不要了 你觉得我会要推友 要理想吗 这现实吗 我在中国现在没有任何所求了 只是我员工的自由而已 关于那些资产 依法给就给 不给拉倒 如果不给是中国私营企业的灾难 所以我怎么会被招安呢 我一不图官位 你给我什么官我也不会参与这个官位去 二我不求名声 三我不求利益 我何来招安呢 任何一个有脑子 任何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 郭文贵为止付出的代价 岂是招安能所了结的吗 郭文贵在这个爆料这几个月和过去 结下的梁子得罪的人 那我们的处长潘潘石屹先生 黄燕女士那小手 怀孕的小手 岳文还得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不往显力喝 那徐子彬的民族证券的老总 那盗国贼们 那王岐站书记都让我爆料了 那傅政华都被我爆料了 那我回到北京是什么结局 用老领导的话说 你一下危机摆车 砸死你 没人能保罢你安全 我能被招安 我招安了我帮说一百个习近平主席 也保证不了郭文贵在中国的安全 因为谁他都控制不了中国百分之百 他怎么可能能保护郭文贵呢 多少人现在就在这身边骗他 多少人想对习主席不利啊 他能保护了我吗 那就甭不受别人了 别人保护我那不就是骗我吗 把我当孩子耍吗 我在我这个纽约的楼下发生了多少事情呢 我就是不能给推友说 有意义吗 我从来不想把负能量的事情传给任何人 包括我这家人 因为恐惧和害怕解决不了你真正的恐惧 解决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实力 和忘掉恐惧和面对恐惧 所有的抱怨都是无能和懦弱的 任何有能力有理想有执行力的人一定不会抱怨 也不会随意批评别人 我头两天批评了一些媒体上的人 原因他们的背后全是盗国贼 这就为什么说盗国贼和国家他不是一个等号 头两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老领导 给我打电话 我听他讲完以后我问他几个问题 我说我揭发这些盗国贼 是不等于就是叛国 他说不是 我说我揭发了这些人腐败 是不是就是叛国 不是 他说 我说我揭发的过去这些那么多事情 我提供的证据已经可以印成两本书了 在中国反腐历史上有过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我揭发的这些人 他是不是就是代表了国家 他说他们是国家公务员 他们的行为不代表国家 我说那我问你们 那何来的让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呢 郭文贵现在所作所为 就是在维护着国家的利益 我怎么成了反对国家了呢 我怎么成了叛国了呢 你一口一口让我维护国家利益 一口一口就要维护着民族的利益 这些人就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吗 我说连我们伟大的民进的和平先生 都没把这事情搞明白 那陈晓明先生是我认为最有法律博士水平的 他们也没搞明白 就没人说这些人是否代表国家 这些人的行为是否代表国家 更甭说代表民族了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 如果说这些人 我爆料 检举揭发 不合法 或者虚假 国家 应该以国家的法律 或者他们个人来用司法手段来面对 你像潘石屹先生到美国起诉我胡舒立女士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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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下三路 不用录制郭文贵三邪视频 强奸女员工 让马建福部长出来游街 来斗郭文贵了 我们可以通过文明 现在最文明的社会最基本的逻辑 法律 求个是非 求个对错 求个黑白 多好啊 潘石屹先生 胡舒立女士 求求你们 千万千万不要撤诉 千万千万你们不要和解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 我们能在美国 向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 向全中国的所有被妖魔化的人 能得到我们新人的法律系统得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这将是创造历史 可是我想说的事情是 那些盗国贼不代表国家 现在很多推友被五毛所误导 郭文贵干的事情不是英雄就是混蛋 我既不想当英雄 我肯定不是混蛋 郭文贵过去杀人放火 流氓 骗子 丑陋 强奸犯 不管郭文贵是杀人 和我揭发盗国贼们是否盗国了 是否以黑反贪 以警反贪 是否是犯罪了 有关系吗 跟郭文贵 那个86楼88楼 这么全世界最贵的房子 跟他们拥有合法吗 他们拥有百套的房子 跟郭文贵有关系吗 他们偷了两三万亿 跟郭文贵有关系吗 没关系 跟郭文贵是流氓 是土匪 是强奸犯 是什么丑陋 没关系 郭文贵长了仨脑袋 长了六个手 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 咱通过法律解决 盗国贼们不要利用国家机器 以个人的身份来起诉我 来告我 或者一起上明镜电视 咱们讲一讲 说一说 就这两三年来 打着国家的名义 以维护国家的利益 又打着是习主席的批示 然后嫁过于人 全世界追杀我 昨天下午 美国的司法部门跟我开会 告诉我两句话 现在中国派出来想杀你的 欲杀你的 超出了你的想象 而且禁令我 我几乎每天都去中央公园 说从现在起 这最近一星期 你不能去中央公园 要等待他们的调查 而且他们说 你根本不知道 北京有些人是准备什么招对付你 我说你们挑拨离间 我们的国家政府 没那么坏 只是那几个人那么坏 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 我是发自内心的 我没有任何战略的考虑 这是事实 绝大多数人是好的 我可千万不想掺和到任何 所谓的要推翻共产党 然后改变国家 叫我一个人 你们太高看郭文贵了 郭文贵真没着本事 文贵可没着能力 更没着野心 我只想实现七条 郭七条 郭七条的实现 必须是有民主和自由相对的空间和条件 作为配套才能实现国旗条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不能乱 谁让中国乱 谁就是中国的罪人 绝对不等于说乱了 中国才能进步才能文明 我绝不同意 印度没有乱 他也实现民主了 新加坡没有乱 他也实现了 这个特设式的民主和自由 法治社会了 香港也没用乱 他也实现了法治了 台湾也没有大乱死人 台湾也有了民主了 为啥中国非要死人乱呢 非要把这个党给他推翻呢 如果共产党 把这一个衣服 换换颜色洗干净 承认一些过去的像六四年事情 彻底解决 分成两派 像美国一样 实际上就是两党吗 就两派吗 能给社会带来幸福安详 公平公正民主自由法治 何尝不可呀 郭文贵无权力 无能力来评价这事儿 我只想推我的国旗桥 我爆料不会停 那就是让所有的贪官必须清楚 如果有一天你被抓起来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法治都不能给你公正的审判 你就会得到了被徐明李明的下场 雷洋的下场 如果中国人不推上法治都可能变成雷洋 变成聂书宾 变成709律师 变成那些老兵 变成这个一珠宝和范雅 头两天几个老兵给我单独视频 有几个老兵讲的 毕竟是老同志讲的有道理 说我们都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有能力也有胆量 走上街头做我们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不需要这样 需要的是大家团结起来 争取到真正大家想要的 而不是哪几个人想要的 而不是一己之私 我完全赞成 这些老兵们的很多家人还在县一部队里 县一部队里这些当兵的们 跟家人都是都在保持着联系 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不相信好多领导 所谓那些官员们真正知道真相 这种官僚体制 大分坑的文化 上漆下骗 不可能让中央知道真相 我最近跟他们联系很多 他们跟我讲述了很多县一群人的 他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我看到了一丝的希望 就是在务实的 用实力 用行动 在追求自己想要 所以 我今天想说 盗国贼们 不代表国家 国家利益和盗国贼们是矛盾的 我在做着维护着国家利益的事情 我反的是盗国贼 我推行的是郭七条 不存在招安 就没有梁山怎么可以存在招安呢 郭文贵也承担不起很多人给我赋予的神圣的和那些责任 我做不到 我只做我能做到的事 我只说我能做到的话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帮我 我也不会要求任何人为我做什么 我连自己的事都做不好 我有什么四个去要求别人去 我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有什么四个要求别人去为我做事情的 和有什么能力去解决别人的事情 不可能的 所以 我再次的奉劝 所有的五毛们和七毛们 你们批评是没问题 那是你们的工作 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 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兄弟姐妹 包括你们的未来 这子子孙孙 一定会为你曾经做过什么 我不希望你们那一天 在你们子孙面前撒谎和脸红 或被你子孙吐一脸吐沫 因为文贵不怕你侮辱 在大风亭游了那么多年了 被胡舒立女士韦石博讯 都把我妖魔化成那样了 还能再妖魔化吗 杀人强奸 一个国家录视频 我还能把我说成什么样呢 我都不在乎了 我在乎的事情 我希望你们 不要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来让这些盗国贼们 逃脱应有的制裁 这才是国家的利益 所以我希望某些领导不要跟我说 我做的事情是伤害国家 他们不代表国家 他们是盗国贼 我相信习主席一定会弄明白 谁到底是盗国贼 谁到底是真正的威胁 谁是国家的威胁 谁是他的威胁 这是我现在最在乎 关于我现在这个爆料 6月16号 我们会有个大节目 接下来还有全球发布会 大家知道 从过去几个月来 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是 511 529 5月11号的爆料 和5月29号的爆料 大家都看到了 511当时就达到了40多万 后来60万 现在这个529已经达到80万了 而事实上在推特看 已经2900万的转播率 在国内绝对超过6个亿 6亿次广泛流传 现在的这个文贵的直播视频 已经超出了所有的当初 不看好文贵人们的想象 为什么 不是文贵多厉害 也不是说今天 这个有什么神人高筑 是天意 是人民的需要 是人民的力量 是真相的需要 这些感人的故事 我没办法说了 远在 一春的 一春的 我大概将近30多年前 我15岁时候去过 住过的一个交通 那是东北的 就是那种汽车旅馆吧 那时候没汽车呢 就是来往的这个车店 住的一个开旅馆的家人 还记得我文贵 郭老七 给我发推特 讲述了我当年住在那个炕上 然后呢 这个怎么跟他们一家人吃饭 然后大家怎么看我的 最后对我的这个直播视频 进行了点评 说的我真是激动万分 他说你现在如果再回来 看到一春当时那个地方 很多被开发了 当初的谁这是谁 现在成了地产开发商 谁这是谁已经是换了多少媳妇 谁这是谁已经被枪毙了 听到的不是死亡 就是爆发 官商勾结 官商勾兑吧 别勾结了 而且既然是这么大的发展了 没人看到希望 文贵的视频直播 竟然传到那里去了 而是这么多人看 说当地现在的公安 他们家人有在公安队伍的 已经在查封郭文贵视频 成了首要任务 为什么 就是我上次说的 现在人类最大的文明 就是信息 发信息合计 信息文明 我们现在还搞信息屏蔽 真是腻了天了 背天哪 这不符合国家利益 我到现在看不明白 在海外所有的 骂中央领导的 和所谓骂共产党的 骂国家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没啥了不起的 就这点自信都没有 就被这些盗国贼们欺骗了 是他们在海外有钱 有私生女 有房子 有巨额资产 怕传到国内去 结果绑架了国家 以国家的名义 以人民的名义 以国家的利益 搞了长城 悲剧呀 这真是巨大的悲剧呀 但是能挡得住吗 是个傻子 任何有政治常识都知道啊 什么时候的水 洪水来了 只能是引流 不可阻挡 这比洪水要严重的多 力量大的多 今天文贵的直播视频 我就是想说的事情 我关于对六四的观点 和国家与盗国贼之间的关系 还有 崔友们所谓我被招安的 我的回复 还有郭文贵的追求 就是国旗条 检验郭文贵 永远给我三年时间 是否我还推动郭七条 是否我为此 不惜代价 不顾生命 追求郭七条 是评价文贵的唯一标准 其他的文贵 既无法承担 也无法承诺 也不负责 推动郭七条 我与推友们共享 我没有任何奢求 没有任何对你们的要求 郭文贵不配 也不会 我衷心的希望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一定要问自己 我自己能做什么 我未来又能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永远被西班人认为 我们是精神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侏儒 我希望所有的推友们 和我一起 咱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也非常感谢 批评文贵的推友 让我更加的进步 我也感谢所有的推友们 对文贵的这种坚定的信任和支持 我首先希望推友们之间 不要互相喷 不要胡要掐 特别是不要互相骂脏话 太没必要了 还有所有给我爆料的朋友 千万记住 如果你能做的事情 不要找文贵做 如果你觉得有料 需要文贵能做的 比如说头两天有个朋友 给我推了一个现任常委 他家人的房子的问题 我非常感激 我未来会报出来 但是你本身就是你家仇 你让文贵来说 实在是这不好 全国上下应该 有一千个 一万个 一亿个文贵 这个社会多么的美好啊 国家能不强大吗 这就是文贵期盼的 我在6月6号上午8点钟 继续文贵报平安直播视频 在这个期间 我每天会继续给推友们 发短暂的视频 还有推文 向大家报平安 还有分享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向你们汇报 最后 我再次的 希望我们的六四的家属们 在这一刻 不要流眼泪 不要痛苦 因为 世界上没有像你们活着的人当中 还拥有家里这样的英雄 这应该高兴 因为 没有多少人家里有这样的英雄 我们的很多家人里面拥有的是 大肚翩翩的贪官 和嘴巴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诸如此的人 凡是那一天的英雄 都会被铭记 都会被尊重 而且 我相信 会被传承 文贵再次向你们表示 忠心的崇敬 六四 是郭文贵人生转折点 永远不会忘记 郭文贵没做任何事情 做的那点小事 实在是 现在想起来 都不配说 但是文贵会把这个爆料行动过七条 走下去 等到三年时 希望你们给文贵一个评价 忠心的希望 所有的推友们 在此时此刻 和文贵能闭上眼睛 想上几分钟 纪念那些英雄们 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我们六月六号见 谢谢 谢谢 年纪念那些东西 面穿着 巧克力 肉魇 有 相思好比小蚂蚁 怕牙膀在我心底 但尤其在那靜靜的寂寞夜里 它就在我心里 叫我好想你 想要相思 说是痛苦眼天里 让那寂寞在我心底 扩大了面积 别表达你我你也所谓距离 所以我好愿意 让那小蚂蚁 变成了转转爱你 怕牙在我心底 想要相思 说是痛苦眼天里 让那寂寞在我心底 扩大了面积 别表达你我你也所谓距离 所以我好愿意 让那小蚂蚁 变成了转转爱你 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这是6月3号 文贵向大家报平安的直播视频 几天来由于这个在准备全球新闻发布会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所以说没有向大家报平安直播视频 也让大家休息调整一下 这个由于6月1号的报平安直播视频呢 大家确实是我看到的咱们推友们有很多的这个反响 有这样那样的意见 我收到了 你把门关上好吗 所以呢 这个今天的文贵还是 这个本来是说要报五分钟 这个五分钟平安视频 结果呢很多推友呢就说 这定着11点 后来北京的朋友呢就说 这个能不能早一点 因为大家想早休息 这个本来我准备的是五分钟 大家说时间能不能稍微多一点 这个我这样尽量啊 因为也有推友要求是一分钟的 说每次只报一分钟就够了 因为微信上好传播 所以说呢这个 我尽量今天这个三十分钟吧 好吧 那么首先我今天我想给大家要谈一下 我看的这个这个 我想给大家今天呢 这个先说一下关于明天的日子 六四 大家听到这个刚才音乐了 我不敢再停一期 再停一期又受不了了 我这个人多愁善感 这是天真多愁善感 是我最大的弱点嘛 这个相思小蚂蚁当时是当年我八弟和我妻子 我最爱最爱听的音乐 这个我八弟的在八九六四的这个被警察打死啊 虽然不是为六四死 但是呢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六四的头一天 我坐在这里和大家推友们来这个分享当时这个音乐的时候 这个感慨完前 这个相思小蚂蚁呢 本来可以跟我的弟弟和我和我的妻子 这个一直延续到我们的 伴随着我们的生命 我的弟弟也应该有他的家庭 也应该有他的孩子 但是就在他差还有这个几个月满十八岁的时候 就被这种非法的黑警察给打死了 不但打死了 到医院里还不让他给他治疗 这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体制 能让警察这么多年来 到今天还是这么的嚣张 这个我用鲜血 这个记住了六四的这个日子 我用我的这个二十二个月的失去的自由 记住了这个日子 这个当年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份 我从北京到黑龙江 从黑龙江开着车 这个沿路辽宁 沈阳又回到北京 出北京跨河北回到河南 沿路之上 那个记忆 那简直是 我认为最浪漫的一次开车的旅行 而且在我的车上 有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哈尔滨的造反派的头 文革主任 还有当年这个哈尔滨很有名的 几个老同志啊 老领导 也后来到了沈阳 也见了几个军队的同志 到后来到了北京 红旗村 炮兵部的大院 跟很多军队领导在一起 提前听到了这些老革命对这个事情的判断 今天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 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 因为最近几天呢 得到了老领导 多个老领导的这个劝告 没有警告人家都是也很客气 但是呢很坚定的说希望文贵这个时候 这个不要在六四这个日子呢 说太多的关于六四的事情 同时呢要以这个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 不要说太多啊 但是我还是 我觉得 我本来我想说的 但是考虑到各方面吧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说的多了 这个我郭文贵呀不能撒谎 我这个一撒谎自己就笑了 因为我每天跟这个谎言家们在一起 这个有时候想尝试撒谎的时候 说的说的自己都笑了 说我也撒不了 那我说真话呢 那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也会很多人不高兴 可能是很多推友们 也会表示不高兴 从1989的四月 到1989的六月四号 然后到今天 28年过去了 这个我真的 我发自内心的 我跟很多朋友聊起六四的时候 我都去问他们 我说八九六四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 包括当时 这个因为六四跑出来的很多这个民运的领袖 我说你做过什么 他们讲述 我说那从那一天到现在 你又做了什么 那么 所有的人跟我讲六四的时候 我说你讲完了 那是一个历史 你告诉我 你现在能为他们做什么 而且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说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 任何一个有良心的 一个中华儿女 你都不应该忘记 但更重要的事情 你不应该用这些英雄的鲜血 来祝就你的名声 来祝就你的名声 三年的爆料 不会少一天 但是我需要推友们和我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 文贵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我也不寄希望任何人的帮助 我也从来不奢求任何人的帮助 前天晚上 一个被抓起来的一个正部级的 也是被打铁还需自信的其中一个领导的孩子 找到了我 又有声音问题了 找到了我 这个说叔叔 我看到您的爆料 我现在在某国 我手里有 现在常委的谁谁谁 政治局委员谁谁谁 他的海外账号 私生子 特别在洛杉矶的几个人工兽精 这叫什么 试管婴儿的这个资料 还有一些视频资料要给我 那我问这个孩子 你爸爸既然是 你也承认有腐败 但有些是冤枉的 有些是被政治打击的 为什么这几年你不出生呢 他跟我讲了很多理由 我可以理解 我说你给我这个资料 为什么你就不能去公布呢 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 你也可以给很多其他媒体 他说他害怕 我说你是想救你爸呢 你还是想 让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呢 反对以贪反贪呢 你郭叔叔的这个郭七条呢 他说他就想替他爸报仇 我说很抱歉 孩子你这个资料你郭叔叔不能要 我也不想用 我不会成为任何政治斗争者的工具 你爸爸贪腐是真的 我相信查实的要比报出来的多得多 我跟你爸出了那么多年了 但是你这样的孩子 你要明白 你爸爸就是因为你 他做了很多违纪和违法犯罪的事情 而你几年来不为你父亲去争取 你这时候还是以一己之私 还是仅仅是所谓的报仇 郭叔叔不能成为你的工具 我也不要你这个资料 这就是文贵我做事情的原则和道德 大家可能很清楚 最近我这里几乎成了 举报中心什么事情都有 找我的什么事都有 那就我没办法处得清了 我最近看这个signal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是看这个一开始文字的题目 只要是有爆料有关的 信息重要的我就点击 如果是问候的或者是没用的 或者一些无聊的我就直接就不打开了 我希望推友们能理解 我真没那么多时间 我的眼睛真的是看了现在 已经是白内障青光眼都有可能了 反正模模糊糊 那么这个孩子的事情就告诉我们 任何事情不能依靠别人 主要靠自己 如果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都寄希望别人 为自己做事情 这比所谓盗国贼腐败还可怕 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 有赵高李斯 有金上公子兰 有郑秀这人物的 成熟不穷的言语 因为我们自私 因为我们懦弱 因为我们最爱讲 我们是精神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侏儒 就像很多国外的朋友问我 为什么你们那么多人 对六四这么多纪念活动 这么多年他们做了什么 我说这是我一直以来问的问题 我们用纪念真的让英雄复活吗 我们用纪念 我们用那块寒几嗓子 拉几条红服点点珠光 我们就成了真正他们的传承者吗 这位孩子对待自己的父亲 都如此的自私 他还能对别人吗 文贵今天坐在这里 我是拿着我全家人的生命和自由 我全部员工的未来和自由 我年迈的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生死 和文贵的千亿的财富 和随时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任何有良知的人 在怀疑文贵追求郭七条的这种决心和勇气 当然是别有用心 要闷心自问你自己做了什么 任何时候评价别人的时候 或者批评别人的时候 先问问自己自己做了什么 自己能做什么 那么官一被招安 我先搞清楚今天主题就是盗国贼与国家的关系 我不是梁山博上的宋江 我也不是梁山博任何人物 我没有与这个国家为敌 我没有与国家为敌 我也不会与国家为敌 我也没有必要与国家为敌 我也不与习主席为敌 我也不与这个民族为敌 何来扫安呢 扫安这个词用在郭文贵身上是多么的别有用心 显恶用心呢 多少人不希望我和北京好 善良的任何有正义的推友们 我的就我的员工难道不对吗 我的家人先支撑我一个亲侄女 现在在里面关着 剩下的15个人都是我的员工高管 中国这些年已经900多万人 牵扯到各种所谓反腐的案件当中 有多少个老板继续给员工发工资 负责家庭生活一切费用 每家给派专车 请最好的律师 还有不惜一切代价的 要把我的员工救出来 中国有本事的老板举举手 看谁做到了 这不是我说的 这有事实 大家可以去验证 我救我的员工难道不对吗 我为了救我的员工 我为他们跪下 我为他们给偷打 甚至失去自由我都值得 我连我的员工都不要了 连我的侄女都不要了 你觉得我会要推友 要理想吗 这现实吗 我在中国现在没有任何所求了 只是我员工的自由而已 关于那些资产 依法给就给 不给拉倒 如果不给是中国私营企业的灾难 所以我怎么会被招安呢 我一不图官位 你给我什么官我也不会参与这个官位去 二我不求名声 三我不求利益 我何来招安呢 任何一个有脑子 任何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 郭文贵为止付出的代价 岂是招安能所了结的吗 郭文贵在这个爆料这几个月和过去 结下的梁子得罪的人 那我躺在这些英雄的尸体上和鲜血上 让你今天变得有名 也就是所谓的纪念 我相信那些英雄 他什么样的回顾历史 都是对这些英雄们的不尊重 也会让他们失望 甚至有些人在评价六四 评价六四本身就对六四是个侮辱 六四不需要评价 六四没有任何人可以评价 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 这就是我对六四的意见 如果任何一个良知的人 应该说你能为他做什么 你又为他做了什么 这些英雄们和六四和这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的一切 需要的是行动 需要的是传承 这就是文贵对六四所有的感想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 就是六月一号 六月一号 这个我做了直播视频以后 有一些推友 有一些推友 这个还是极少部分推友 这个说我被招安了 可能被招安了 说这个话的一定不是推友 因为绝大多数是五毛 在六四前夕和最近的两周我一再说过 现在五毛和七毛在毛省几个点上 专门的接受了专业的培训 就是对付郭文贵的 全国的网警第一个屏蔽的现在就是郭文贵 和有关的字 有关的信息 五毛已经转换了战略 从过去的直接骂和侮辱 已经变成了和我相像而行 先赞美 然后再怀疑 然后再打击 包括穿上马甲 先夸奖一番 然后举出似是而非的证据 来搅和我们这些善良和真诚的推友们 包括打着这个帮助和赞美的名义 然后呢 这个进行了这个另样的攻击 所谓的招安这个词就是五毛出来的 我们这个推友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精英和天才了 由于大家的善良 就被这些五毛和七毛们给利用了 包括我们现在那个穿着马甲的那些大师们 大威们 就像这个最近这个一两个月来 这个李卫东 李卫东啊 还有叫大白熊 这个最近啊 这个说服张立凡先生 这个说服各个人 包括胡舒立 当然是他的合伙人 老板了胡舒立女士 包括其他的大威 到处游说 就是推动五毛的这个战略 然后煽动一切大威 来来挑削文贵 这个包括了这些盗国贼们 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处女潘 潘石屹先生 还有我们的这个胡舒立女士 都到美国来起诉了 这在一个月以前我就说过了 他们的战略就是给郭文贵 在美国和海外制造一系列的法律麻烦 然后呢 这个想尽一切办法 在国外媒体上 这个执行他们当初的战略 造谣 污蔑 毁掉名声 毁掉这个文贵的资金链朋友圈 那么我们的村友的这些意见呢 不管是五毛还是村友呢 我想简单的回复 那就是文贵从上推的世界那天起 我没有任何要求推友为我做什么 我永远也没资格要求 我也不要求 很多人说文贵应该要求推友做这个做那个 我不 我不希望推友们 要求我做太多我做不了的事儿 当然我也没有资格去要求推友为我做什么事情 我永远不会要求推友为我郭文贵做什么事情 另外 官一被招安 这个词啊 太不适合文贵了 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我非常非常非常尊敬的几个朋友 我们吃了七八个小时的饭喝酒 到最后时的我问他 我说你们给我评价评价文贵的结果和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当然了都有自己的意见 基本上跟我的想法都是不对的 文贵的结果非常清楚 第一被杀被暗杀或被明杀就是被杀 第二个结果就是被抓 被谁抓不知道被抓 第三个结果 郭文贵侥幸消失匿迹 第四个结果就是郭文贵一直坚持的郭七条走下去 直到有了一定的效果全部达到不可能 那么在这四条之前 这个保命保钱报仇 保命我刚才已经说了 保钱任何情况下他们把我的钱给全拿走不可能 只是拿走多少只是时间问题 而谁也拿不走甭说是共产党执掌天下 明天爱孩子到中国执政你他也不能全拿走 报仇那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 保命我永远只要我相信这些盗国贼们有机会 任何条件下一定要把郭文贵给杀掉灭掉 这是永远的威胁 它不可能有结果 接着就是郭七条 我反对以贪反弹 我相信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听进去 相信会有改变 这是符合全党全国的利益 我反对的是以警反弹 我相信现在已经有了调整 我反对以黑反弹 我相信十九大如果顺利召开 如果顺利召开 如果不被盗国贼绑架 盗国贼不继续在常委里边的话 一定会得到解决 以黑反弹 以警反弹 以贪反弹 这些事情一定会得到大的改变 以贪反弹这个事情一定会得到大大的改变 那么前提是 我不反习主席 不反国家 不反民族 我从第一天上明镜的第一期节目 陈小平先生 我就说过我反的几个人 我反的谁 文贵不是一股脑子 脑子一热就出来的 我也不是随着什么实际的条件 也没那么高的智慧 也没那么高的智毛 这一切在我计划之中 文贵可没这能力 更没这野心 我只想实现七条 郭七条 郭七条的实现 必须是有民主和自由相对的空间和条件 作为配套才能实现国旗条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不能乱 谁让中国乱 谁就是中国的罪人 绝对不等于说乱了 中国才能进步才能文明 我绝不同意 印度没有乱它也实现民主了 新加坡没有乱它也实现了这个特设式的民主和自由法治社会 香港也没用乱它也实现了法治了 台湾也没有大乱死人 台湾也有了民主了 为啥中国非要死人乱呢 非要把这个党给它推翻呢 如果共产党把这一个衣服换换颜色洗干净 承认一些过去的像六四年事情彻底解决 分成两派像美国一样实际上就是两党嘛 就两派嘛 能给社会带来幸福安详 公平公正民主自由法治何尝不可呀 郭文贵无权力无能力来评价这事儿 我只想吹我的国旗条 我爆料不会停 那就是让所有的贪官必须清楚 如果有一天你被抓起来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法治都不能给你公正的审判 你就会得到了被徐明李明的下场雷洋的下场 如果中国人不推上法治都可能变成雷洋变成聂书斌 变成709律师变成那些老兵变成这个易珠宝和范雅 头两天几个老兵给我单独视频 有几个老兵讲的还毕竟是老同志讲的有道理 说我们都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有能力也有胆量走上街头做我们一些事情 他说但是现在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不需要这样 需要的是大家团结起来 争取到真正大家想要的 而不是哪几个人想要的 而不是一己之私 我完全赞成 这些老兵们的很多家人还在县一部队里面 县一部队的这些当兵的们跟家人都在保持着联系 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不相信好多领导所谓那些官员们真正知道真相 这种官僚体制大分坑的文化上七下片 不可能让中央知道真相 我最近跟他们联系很多 他们跟我讲述了很多县一群人的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我看到了一丝的希望 就是在务实的用实力用行动在追求自己想要 所以我今天想说道国贼们 不代表国家 国家利益和盗国贼们是矛盾的 我在做着维护着国家利益的事情 我反的是盗国贼 我推行的是郭七条 不存在招安 就没有梁山怎么可以存在招安呢 郭文贵也承担不起很多人给我赋予的神圣的和那些责任 我做不到 我只做我能做到的事 我只说我能做到的话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帮我 我也不会要求任何人为我做什么 我连自己的事都做不好 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去 我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去为我做事情 和有什么能力去解决别人的事情 不可能的 所以我再次的奉劝所有的五毛们和七毛们 你们批评是没问题 那是你们的工作 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 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兄弟姐妹 包括你们的未来 这子子孙孙孙 一定会问你曾经做过什么 我不希望你们那一天 在你们子孙面前撒谎和脸红 或被你子孙吐一脸吐沫 因为文贵不怕你侮辱 这是在大风亭游了那么多年了 被胡舒立女士韦石博训 都把我妖魔化成那样了 还能再妖魔化吗 杀人强奸 一个国家录视频无数我 还能把我说成什么样呢 我都不在乎了 我在乎的事情 我希望你们不要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来让这些盗国贼们逃脱应有的制裁 这才是国家的利益 所以我希望某些领导不要跟我说 我做的事情是伤害国家 他们不代表国家 他们是盗国贼 我相信习主席一定会弄明白 谁到底是盗国贼 谁到底是真正的威胁 谁是国家的威胁 谁是他的威胁 这是我现在最在乎 关于我现在这个爆料 6月16号我们会有个大节目 接下来还有全球发布会 大家知道从过去几个月来 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是511 529 5月11号的爆料和5月29号的爆料 大家都看到了511当时就达到了40多万 后来60万 现在这个529已经达到80万了 而事实上在推特看已经2900万的转播率 在国内绝对超过六个亿 六亿次广泛流传 现在的这个文贵的直播视频 已经超出了所有的当初不看好文贵人们的想象 为什么不是文贵多厉害 也不是说今天这个有什么神人高筑 是天意 是人民的需要 是人民的力量 是真相的需要 这些感人的故事我没办法说了 远在伊春的 伊春的 我大概将近30多年前 我15岁时候去过 住过的一个交通 那是东北的就是那种汽车旅馆吧 那时候没汽车呢 就是来往的这个车店住的一个开旅馆的家人 还记得我文贵郭老七 给我发推特 讲述了我当年住在那个炕上 然后呢这个怎么跟那么一家人吃饭 然后大家怎么看我的 最后对我的这个直播视频进行了点评 说的我真是激动万分 他说你现在如果再回来看到伊春 当时那个地方很多被开发了 当初的谁这是谁 现在成了地产开发商 谁这是谁已经是换了多少媳妇 谁这是谁已经被枪毙了 听到的不是死亡 就是爆发 官商勾结 官商勾对吧 别勾结了 我们的处长潘石屹先生 黄燕女士那小手 怀孕的小手 岳文还得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不忘心里喝 那徐子彬的民族证券的老总 那盗国贼们 那王岐站书记都让我爆料了 那傅政华都被我爆料了 那我回到北京是什么结局啊 用老领导的话说 你一下被一百川砸死你 没人能保留你安全 我能被招安 我招安了我帮说一百个习近平主席 也保证不了郭文贵在中国的安全 因为谁他都控制不了中国百分之百 他怎么可能能保护郭文贵呢 多少人现在就在身边骗他 多少人想对习主席不利啊 他能保护了我吗 那就甭不受别人了 别人保护我那不就是骗我吗 把我当孩子耍吗 我在我这个纽约的楼下发生了多少事情呢 我就是不能给推友说有意义吗 我从来不想把负能量的事情传给任何人 包括我的家人 因为恐惧和害怕解决不了你真正的恐惧 解决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实力和忘掉恐惧和面对恐惧 所有的抱怨都是无能和懦弱的 任何有能力有理想有执行力的人一定不会抱怨 也不会随意批评别人 我头两天批评了一些媒体上的人 原因他们的背后全是盗国贼 这就为什么说盗国贼和国家他不是一个等号 头两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老领导 给我打电话 我听他讲完以后我问他几个问题 我说我揭发这些盗国贼是不等于就是叛国 他说不是 我说我揭发了这些人腐败 是不是就是叛国 不是 他说 我说我揭发的过去这些那么多事情 我提供的证据已经印成两本书了 在中国反腐历史上有过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我揭发的这些人 他是不是就是代表了国家 他说他们是国家公务员 他们的行为不代表国家 我说那我问你们 那何来的让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呢 郭文贵现在所作所为就是在维护着国家的利益 我怎么成了反对国家了呢 我怎么成了叛国了呢 你一口一口让我维护国家利益 一口一口就要维护着民族的利益 这些人就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吗 我说连我们伟大的明镜的和平先生 都没把这事情搞明白 那陈小平先生是我认为最有法力博士水平的 他们也没搞明白 就没人说这些人是否代表国家 这些人的行为是否代表国家 耿耿说代表民族了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 如果说这些人我爆料检举揭发不合法或者虚假 国家应该以国家的法律 或者他们个人来用司法手段来面对 你像潘石屹先生到美国起诉我胡舒立女士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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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下三路 不用录制郭文贵三邪视频 强奸女员工 让马建福部长出来游街 来斗郭文贵了 我们可以通过文明 现在最文明的社会最基本的逻辑法律 求个是非求个对错 求个黑白多好啊 潘石屹先生胡舒立女士求求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撤诉 千万千万你们不要和解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 我们能在美国向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 向全中国的所有被妖魔化的人 能得到我们信任的法律系统得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这将是创造历史 可是我想说的事情是 那些盗国贼不代表国家 现在很多推友被五毛所误导 郭文贵干的事情不是英雄就是混蛋 我既不想当英雄我肯定不是混蛋 郭文贵过去杀人放火流氓 骗子 丑陋 强奸犯 不管郭文贵是啥人 和我揭发盗国贼们是否盗国了 是否以黑反贪 以警反贪 是否是犯罪了 有关系吗跟郭文贵 那个86楼88楼这么全世界最贵的房子 跟他们拥有合法吗 他们拥有百套的房子 跟郭文贵有关系吗 他们偷了两三万亿跟郭文贵有关系吗 没关系 跟郭文贵是流氓是土匪是强奸犯 是什么丑陋没关系 郭文贵长了三脑袋长了六个手 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 咱通过法律解决 盗国贼们不要利用国家机器 以个人的身份来起诉我来告我 或者一起上明镜电视 咱们讲一讲说一说 就这两三年来打着国家的名义 以维护国家的利益 又打着是习主席的批示 然后嫁过于人 全世界追杀我 昨天下午 美国的司法部门跟我开会 告诉我两句话 现在中国派出来想杀你的 欲杀你的 超出了你的想象 而且禁令我 我几乎每天都去中央公园 说从现在起 这最近一星期你不能去中央公园 要等待他们的调查 而且他们说 你根本不知道北京有些人 是准备什么招对付你 我说你们挑拨离间 我们的国家政府没那么坏 只是那几个人那么坏 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 我是发自内心的 我没有任何战略的考虑 这是事实 绝大多数人是好的 我可千万不想掺和到任何 所谓的要推翻共产党 然后改变国家 叫我一个人 你们太高看郭文贵了 郭文贵真没这本事